县长林明珍会看水底乡聚工村把马坑溪护岸修复工程 以及集体镇富山里坑沟整治工程 当场指示县府农业处要紧速来发包修缮 避免损坏的范围来扩大影响用路人以及周边住户的安全 水底乡聚工村把马坑溪护岸为火泥土墙 因下40年未修盛 加上上星期雨水冲刷冲毁一部分 担心雨季来时会扩大毁坏的范围 甚至造成紧凌道路回顺影响民众出入官权 县长林明珍会看后立即请示农业处尽情享受 对该西护岸农业处将是座高5公尺 长35公尺的护岸 重金费约93万元 我们的船长 我们的苏村长和我们的城市会议员 特别来关心 请我来了解一下 我已经支持农业处水宝库 马上进去来抢修 赶快进去设计发包 看在这个污漆之前抢修好 该西上游衔接至月潭 下游连接至左水溪 平时水流量不少 云气水量多 那些湖管严重回损 谢佛5月1号就到场了解情况 业县长今日也亲自献开 并答应修盛 农业来看到这个现状 他感觉说 这一定要水来做的 不然在未来 楼大风或是做风胎 我们的房间 如果出水 这条堵楼 还有鸭架 就会被穿飞掉去 那边楼下来就变成 这边铺 这边楼下来就要帮来 所以农业也很关心 就水来给我们看 随后林县长家议员谢明某 及积极镇代表会主席 吴道春陪同 会开赴森林农民土地 位于山区部分 林县长指示农业处 施舍长度135公尺的排水溝 总经费约110万元 农业这么认真 大家在乡亲 不但因为自己乡亲 用心听着对专官的农民交代 在此他也觉得农业这样做 让他们看他们的笑容 就知道他们很高兴 农业也很用心 随着我们这条的严重性 随着来看 我们就有个指示 要尽速来跟建设我们庭 让我们辈子的生命质栽 可以免得顺利 所以我们向地方反应需求 我们县政府 都以最快的速度来处理 相信老百姓都会有感觉 他们会觉得满意 林县长相当重视野稀诊治 及祖国官权 得知哪里民众反应基础建设堪御 就到县长回坑 并立即指示相关单位 求占诊治 避免雨季来时 汽流水位高于湖外 而研制周边道路及住户 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